普贤菩萨十大行愿 下面师父跟大家讲一讲 礼佛大禅会文 经常有人问师父 师父 为什么在礼佛大禅会文中 最后一句叫 那么大行普贤菩萨 观世音菩萨很大 阿弥陀佛很大 释迦牟尼佛 也很大 为什么最后三称 叫那么大行普贤菩萨呢 现在师父解释给你们听 一点点给你们讲 所以师父叫你们 不能随便请假 普贤菩萨有十大行愿 所以叫 那么大行普贤菩萨 你们现在 念礼佛大禅会文 念的是什么 就是我要改自己的行为 我有愿力要改正 就是愿行 那么大行普贤菩萨 就是最大的一个行 所以叫 所以叫 那么大行普贤菩萨 因为我们念了 礼佛大禅会文之后 最后就是要向 大行普贤菩萨学习 学习什么呢 就是学习 大行普贤菩萨的 十大行愿 第一大行愿 称之为 礼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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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指 恭敬心 只要你有恭敬心 你的心观想 你的身理拜 你的口称念 你们恭敬 观世音菩萨 你们才磕头 你们恭敬师父 你们才合掌 这一切都是来自于恭敬心 所以 学佛人 要懂得恭敬 要记住 一切法无生 一切法无灭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一个人 学佛学到后来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都没有生出来 一切也没有灭度 若能如是解 诸佛 常献前 一个人能够 看穿 想通 就是这两句话 可是很多人说 听不懂佛法 就是因为 太复杂 师父用白话 给你们讲解 就很简单 一切法无生 一切法无灭 若能如是解 诸佛 常献前 如果你能够 经常这么 理解这个世界 佛菩萨 就常在你身边 就是说 你想通了 这个世界上 什么都没有 生出来 也会死掉 一样东西 用的时间长了 就没了 对不对 结了婚 也会吵架 对不对 孩子生出来 长大了 也会离开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永远都是 无生无灭 那么 菩萨 就是在你眼前 第二大行愿 是称赞如来 就是 称赞佛 如者 就是如如不动 就是指我们 不生不灭的心体 你们知道 心有一个体性 称为心体 更古至今 而不变 你们想想看 从古到今 师父问你们 人的心真正有改变吗 变来变去 还是个人心 来即是去 去即是来 这个心 能生起万德 也能生起万恶 所以很多坏人 生起万恶就完了 很多好人 生起万德 一万个德行 所以 无去无来中 能去能来 师父跟你们讲 称赞如来相 以身业礼 以口业赞 以意业静 就是三叶供养如来 就是说 你身体做出来的 都是有礼貌的 有礼节的 礼 就是很有规则 很尊贵 你口业出来的 都是称赞别人 你意念出来的 都是恭敬 不会动坏脑筋 深业 口业 异业 三叶供养如来 就是说 一个人 其实不单单是 用水果 供养菩萨 实际上 你的心也在供养 心是什么 深业 口业 一叶 三叶供养如来 菩萨 佛 换句话说 你们只要不做坏事 你就是如理如法呢 就已经是在供养如来佛了 做好人 是不是在供养佛啊 好人 是不是菩萨喜欢啊 你们对师父好 是不是在供养师父 师父一看见你们 这么规规矩矩 老老实实 学佛这么好 师父就很开心 师父是不是等于接受了 你们供养了 第三大行愿 叫广修供养 广修供养是什么 就是对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喜皆供养 对所有的佛菩萨 都很尊敬 因为我守身业 守口业 守意业 所有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喜皆供养 我们全部供养 法供养 财供养 身口意三页 恭敬地供养 师父问你们 对别人尊敬 是不是在供养别人 今天我看见你了 你好 我给你鞠躬 你是不是供养别人了 你今天看见 观世音菩萨 就算你没有买水果 但是你很诚心地 跪在那里磕头 你是不是在供养 观世音菩萨 用身口意三页 恭敬供养 即为礼佛赞叹供养 因为你整天的 拜佛礼佛赞叹别人 你自己赞叹 都是一种供养 逢人即劝 逢人即念 逢到别人 你就劝人家念经 逢到别人 你就念经 念佛号 很多人 一看见别人 就说阿弥陀佛 离开的时候 也说阿弥陀佛 我们学习心灵法门 那就是说 感恩观世音菩萨 现在 所有的心灵法门弟子 上去问问题 都是一句话 七个字 感恩观世音菩萨 所以 逢人就念 逢人就劝 这就是 法供养 法供养 就是法布施 接下来 师父跟大家讲 与猪病苦 为作良医 很多人 生病了 越来越苦 觉得自己 怎么这么倒霉 浑身都是病 真的很苦 实际上 正确的思维 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 要以 猪病苦 为良医 你心中要觉得 我生了这个病 我就要有办法 把自己医治好 因为这个病 使我懂得了 我应该怎么样 注意身体 这就是良医 于是道者 是其正路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人念经 念到后来 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告诉他 正确的路 应该怎么走 于暗夜中 未作光明 就是说 在黑暗当中 你要给他 照亮着光明 与贫穷者 另得福藏 我们经常说 哄着金饭碗 在要饭 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慧命 这么好的慧命 就是佛陀给我们的 我们还不知道 用自己这个慧命 来让自己 生存得更好 而到处去找法 所以说 身外求法 法无定法 一个人不能 在自己身外 去找法 你们身上 就有佛法 就有菩萨 你们的慈悲心 就是你们的佛 随缘能师 尽心供养 法供养 就是以这种 拜佛 礼佛 作为法的供养 以如来正法 开示众生 转迷起悟 今天 讲了那摩大行 普贤菩萨 十大行愿中的 一二三 其余的 还有忏悔业障 随喜功德 请佛注释 常随佛学 横顺众生 普皆回向等 以后再讲 师父下次 要跟你们讲的功德 功德有好几种 比方说 世间有漏的功德 你们知道 世间有漏的功德 是什么吗 就是造桥 修路 慈善事业 摘僧 就是供养和尚 建寺庙 这些都是佛经里面讲的 世间有漏的功德 那你们一定想知道 出世间 无漏的功德 是什么 师父下次 再跟大家讲